我是有用TratchGPT查了一下 我剛剛不是有講到這個嗎 時間 其實他寫了一大堆拉拉拉拉 可是實際上兩行就夠了啦 因為其實Timer本身就是帶有一個資料 如果你Timer它就是一個時間 什麼時間 那如果最 最小單位就秒啦 Timer應該是十分秒 十分秒 最小就秒 所以如果說 你要去計算時間的話 很簡單 我剛簡單寫了一下 先一個S就可以了 不要Start 反正S等於什麼 等於Timer 然後就把 當然開始時間一定要記錄 那你說結束時間 結束時間就Timer嘛 所以我最後想要知道說 如果我自己寫的 跟用錄製去期的時間差多少的話 那其實也沒差多少 好像差個一秒吧 不過 只是一種虛榮心而已啦 我自己寫的好像比較厲害一點 那我要證明嘛 所以最後的話你就執行什麼 執行 把那個Timer 再減掉S就好啦 那減完之後就是 它的那個最後的時間 減掉開始時間 那它 前面這個就是一個訊息方塊 Message就Message的縮寫 Box就是跳出那個一個小的方塊 然後把秒數放上去而已 所以如果假設啦 我加了這個東西之後 有沒有就加一個這個 S等於Timer 先記錄開始時間 再把最後的時間減掉開始時間 那不就是總共歷經多少秒了嗎 所以這很簡單啦 所以加這個東西 並不會很複雜 可是 可是 就是一種虛榮啦 OK 所以 所以你 假設想要知道 到底歷經多少秒的話 有沒有 第一次跑2.14 本來2.14就好了 後面其實小數點不管了 2.1 怎麼這麼慢 好 那如果想知道那個陸式的 跟自己寫什麼差別的話 那你一樣嘛 你就把這個 加在這裡 然後把這一個 加在尾巴這一行 有沒有 尾巴這一行呢 就把這一行 Ctrl C嘛 然後把它Ctrl V 這樣就有了 我再按一下 也感覺了 有沒有 3.1 差1秒 還對 不過說真的 這個 緊供參考啦 OK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假設 因為剛好有提到 我就順便講一下 如果 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其實你將來要計算說 到底 差別到多大的話 那你可以加一個 開頭 結束 這個蠻容易 應該不難記吧 所以 它用的實際上就是 目前你電腦裡面的10分秒 所以得到應該是這個啦 就是這個 這個時間 它還有秒啦 好 這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計算那個 一個程式執行的速度 大概 多少時間的話 這個是最簡單的程式寫法 當然啦 如果你假設啦 如果你要用那個 Ctrl GPD 寫的這個東西啦 那你會想說 老師 為什麼它一定要宣告 三個變數 對 我也在想 如果 標準寫法是應該要 寫三個變數 標準寫法 可是如果每次都照標準寫法寫下來的程式 哇 那你會覺得 現在 太浪費我的寶貴時間了 所以 我 一般都會用最精簡的寫法 也就是說 如果不需要有這個變數 那我幹嘛宣告 浪費我的這個程式嘛 第二個是說 它開頭一定會有定有沒有 定 什麼變數名稱 S 什麼形態 Double的話是有小數點的啦 OK 有小數點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形態 那當然啦 如果你不宣告的話 它就給你一個萬用的 什麼都可以 OK 那只是說 差別是說 第一個比較浪費記憶體空間 第二個執行效率比較差 不過因為這個問題 我們的 現在電腦都跑太快 而且記憶體都太大 所以 你看這個問題也不存在 所以 我上面這些都不宣告 也就不宣告這三個 你會發現 它跑起來 其實這個也不要啦 我是直接在這邊 直接讓它去計算 我也不用計算 我直接把計算結果 寫在這裡就好了嘛 那這樣程式不是少很多行了 那這個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程式要怎麼寫 說真的啦 每一個人寫出來 絕對都不一樣 那因為我的訴求是 我的程式 就是要極致的 越少越好 為什麼 因為 自己看了 就會覺得 哇 不用那麼多嘛對不對 馬上看 就會馬上一目了然了嘛 對不對 而且很直覺嘛 這個是取得什麼 那個時間 有沒有 這個是把 最後的時間剪掉 那個時間 那剪完就是秒啊 OK 頂多就是說 我如果要取到小炫 的第二位的話 那我外面再包一個round 有沒有 然後逗點二 就取得小炫 那我覺得 我覺得不用啦 反正小數點有跟沒有 也不用這樣鑽牛角尖嘛 不過其實算秒數就一定鑽牛角尖 但是我只是舉例啦 因為剛好 有這個 TrumpGPT的範例啦 所以我就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現在剛好蠻夯的 OK 好 那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 剛剛有提到那個 1000的地方有沒有 這邊有1000 這邊有1000 但是未來的資料呢 可能不是只是1000 那怎麼辦呢 你可能 勢必要跟我們 還記得吧 要加一個R有沒有 向下追蹤 那我要追蹤的話呢 還要注意一點 因為我要追蹤的應該是這個工作表 而不是這個工作表 所以呢 你們可能要特別注意哦 追蹤你可以先寫 但是記得哦 你前面還記得吧 Range 然後我們從什麼 從那個A1 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向下追蹤的 這件事 最後很重要 當然你說 老師說我不管他沒關係吧 目前是沒關係 可是你下一次就有關係 因為下一次資料會增加嘛 如果你把它寫成固定的 那怎麼辦 你下一次還要在 裡面改那個數字嘛 不合理 你應該要寫成變數 OK 只是說啦 你要改成變數 這個件事哦 還是要熟練 所以我常常講的很重要的 我可能就是在眼鏡 給各位看一下 向下追蹤嘛 點Raw 這個可能最好是記一下 有沒有 其實我的技法這樣 你點點下去 其實就會出現了嘛 那 記一個 END嘛 用選的 然後前刮弧的時候 他會自己跳上下左右 那你就找 向下的這個 然後 後刮弧之後再點 他也會提示 你打一個R就可以了 底下這邊就有一個Raw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把這個R 放在哪裡呢 放在1000這裡 跟這個1000 所以有兩個1000 那放的方法 還記得吧 因為他是在這個字串的最右邊 所以不用 像之前我們是插在中間 我們是怎麼做呢 delizer料有沒有 控一格AND 控一格R 另外一邊不用哦 因為他已經是 文字的最右邊了 所以串的話 是串在右邊哦 所以另外一邊不需要哦 OK這個 不過我發現哦 同學每次這個地方都卡住比較多 OK AND R就好了哦 OK 串一邊就好了 這個解釋 因為之前是什麼 之前是兩個雙引號 有沒有 先兩個雙引號 然後移到中間 AND AND 移到中間 加一個R 對不對哦 其實說真的 這樣寫 也可以啦 我們要串I 以前是I啦 現在 對 換一下變數名稱 你不要沒事就把它又放個I 這裡他有I 所以I是變數 對 以為是固定用那個I 沒有 不是 不是固定的啦 就是說你要串什麼變數 你要改一下 反正我現在選 就懂了 對 那 因為這樣寫 你會發現哦 有一個問題 這邊變什麼 AND什麼 AND空的啦 那等於AND空的 那等於多寫的意思啦 所以為什麼我要寫成ANDR 其實主要原因在這裡 那什麼時候適用 就是說你要 變的那個資料 它剛好在最右邊 也就是說它右邊就是一個雙引號的時候 那就是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可能還 不然就忌口訣好了 就是 如果它在最右邊的對不對 那你就記得哦 在雙引號的右邊 有沒有 雙引號的右邊 空格 AND 空格 R就好了 或者是這樣 比較好記應該是 右邊ANDR就可以 ANDR 然後記得就是空白嘛 這樣也比較好記嘛 好啦 反正你們就想個方法把它 稍微記起來就好 OK 如果你實在是暫時無法理解啦 你就是先把它背起來 記個口訣也可以 然後慢慢 你我覺得你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越來越可以知道為什麼啦 因為說真的 這個城市看越多 你就會慢慢越來 越來越有feel了 你城市看太少 或者你寫太少 你就自然而然你會不太懂 但是慢慢你會發現累積多了 這海籃好像有點通了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補充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Timer OK 很簡單嘛 如果可以的話理解 最好可以把它背起來 然後等一下自己打上去就好了 我跟你講 多打個幾遍 你打個三遍 以上 你慢慢 這輩子應該 還是會忘 酒不用還會忘 酒不用還會忘 好啦 OK 就這樣 試試看好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加一個這個向下追蹤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做很多變的嘛 還要把這個變數串在 這個1000的位置 試試看好了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實在是 這個關卡沒辦法過的話 以後要自己 能夠寫出VBA 還真的有點困 當然你如果這個可以關卡過 我覺得你以後應該會越來越順 因為反正工作裡面就是 會有一些 這個什麼 向下追蹤的這種需求嘛 只要是你資料是活的啦 一定會有這樣的需求 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城市嘛 我雲端白板上面其實也有放 我是放在 剛剛的那個下方 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們也可以找一下 那個 第三頁的下面 我們有一些人 有關 今天 魔法 就是 我們